好 再来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一下南台湾的疫情延烧 23号增加了15例确诊 现在是42人确诊了 除了高雄港的新光轮传播链之外 又找出了这个新著名 原来他是被案18214传染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南大生他是确诊之后 他是高科大的提津校区的学生 但是因为他有南北跑 1月10号的时候回了台北 1月12号又回到高雄 14号又回去台北 曾经停留彰化 那他怎么样的移动呢 他都是骑机车往返 但是目前就是感染源不明 现在传染给住在台北市的妈妈 两个人的足迹 大部分都是在内湖的 现在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感染源可能跟港区有关 这是指挥中心 但是现在在市政府的部分 陈其迈认为 虽然说有一些时间有重叠 但他认为足迹无接触 证据不足 现在中央跟地方想的不一样 为何呢 难道是因为不想要证明这个感染源 是来自高雄吗 现在不知道 总之现在在这种疫情的期间 虽然说证据不足 证明到底他的感染源在哪里 反正现在就是找不到感染源 那再次继续去追感染源也 对这个疫情没有帮助 重点就是他们接触过的人 到底有没有都匡列起来了 他的妈妈确诊 目前就收治在北部的医院 只是现在市府也很担心 高科大的骑进校区 现在设了裁检站 陆续也把那几天 可能都有在学校的同学老师 照回来进行裁检 必要的时候要进行隔离 前阵渔港筛据站一早涌进上百 为民众排队筛检 工作人员穿三层防护衣 只要民众接触过的椅子桌子 通通都要消毒 筛检站防疫灭不透风但正后方 渔工船上脱口罩抽烟的抽烟 底下三毛司机口罩挂下巴 渔货搬运工同样露出口鼻 高雄港区疫情大爆发 前阵渔港却还在开玩笑 同时间期间苗宇前也进行筛检 高雄扩大社区筛检 其中前阵区两个案例住 同理仅仅隔条街 再加上小港区骑京区都有足迹 要揪出隐形的传播链 现在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说 他们两个是有接触 这个我们还要在做查证 不确定是新光轮还是社区接触感染 高雄市政府扩大筛检 再加上案18309科大申 虽然跟骑京足迹高度重叠 但感染源依旧未厘清 案18366码头工人 七天十二个足迹四处爬爬灶 案18399是公司老板 去过高雄台南屏东 业务相当繁多 尤其安平区去过多间美食店 案18306新住民和确诊者 有面对面接触 恐怕事先隐匿 但多个足迹已经在高雄遍地开花 我们来到家 要来到大港区间来到家 还是大家乖乖在家比较好 Omicron大魔王攻陷高雄 从港区到周边行政辖区和社区 仍然自为 扩大筛检药堵住疫情破口 记得三双集王书宏高雄导 聊天室跟大家做个互动 刚跟大家报告了这么多疫情的部分 这个年你还敢玩吗 还敢到处去吗 聊天室来告诉我你的想法 加一就是呢 打过疫苗了 饭照吃 要去哪 该去哪 加二呢 提高警觉 加三呢 真的会不敢出门了 好 再来呢 我们先来看 首先呢 我们会不会是 一直是想象式的防疫 我们一直觉得 我们的指挥中心 都有超前部署 我们一直觉得 我们只要打疫苗 就一定打得到 因为政府都跟我们说 他有在买嘛 那会不会是想象式的防疫呢 来高金素美的脸书 直接告诉大家 原来我们一直是想象式的防疫 但是光是在防疫要钱 我们花了多少钱呢 8400亿的防疫纾困 特别运算 结果呢 钱是发下去了 给大家纾困 但是我们的防疫成果叫做 落期连连 很落彩 我们先来看 去年的11月11号 当时候春节前入境防疫方案 规划入境要扩大隔离 好 再来隔了一年之后 到了1月11号 就是上个礼拜 发现忘记PCR落地裁剪 所以呢 人家都在塞 就我们没塞 才紧急成立了前进实验室 但是现在高金素美也批评 这8400亿的防疫纾困特别预算 号称超前部署 结果呢 指挥中心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年到底还能不能过下去呢 我们再来听听官员怎么告诉我们的 首先呢 过年到底要不要避免走春啊 你知道过年的时候要么就是去拜年 去有樱花的地方 赏樱走走晒晒太阳嘛 一家人难得过年的时候可以团聚 再不然去餐厅饭店吃个团圆饭 但是到底行不行啊 好 首先呢 陈时中告诉我们 没有严重到这样生活总是要过 好 再来苏贞昌 我们的行政院长戒慎但不必恐惧 好 这个话是不是有所矛盾呢 好 要你谨慎一点但不用恐惧 再来网友怎么说呢 好 会不会是你的新生 有这么没有这么严重问号 那干嘛要大家赶快去打第二剂 再来早该封锁境外却一直放 有时大事是小事延伸来的 国门没守住 所以疫情就爆了 这是我们大家早就已经预料中的事情 再来呢 反正一切都是为了选举 另外也有人说 真的要减少往人多的地方去啊 的确呢快要过年了 很多人可能想说到庙里上香求个平安 点个灯 结果呢现在碰到疫情升温了 我们来看一下庙宇怎么做 嘉义的新疆奉天宫 还有台南的奇事大天后宫 鹿尔门的天后宫 这都是过年一定人潮爆满的地方 还有屏东车城的福安宫 抢头香的仪式 不用再抢了 不用再担心香炉会恰都打了 因为呢全部取消好不好 发放红包也一律喊咖 因为呢这都会群聚的人很多的 好原定明天呢要盛大举行的 东山淫佛祖也是禁止信众随乡的 那么再来呢 二月元宵节 盐水风泡还能不能放呢 或许可能要看这几天疫情的变化了 三二一 嘉义凤天宫除夕夜十一点十五分 门一开信众把腿狂奔冲进去 为了抢头香这样热闹的景象 今年恐怕又看不到了 嘉义新港奉天宫年年初夕晚上准时十一点十五分开门抢头香 受到疫情影响停办两年 今年举办简单团拜科宜 全程网络直播让信众在家防疫也能隔着一幕求平安 年轻 随附作回家的这个不可以随便回去 区长特别广播提醒 台南东山碧云四雄村名淫佛祖绕镜缩小规模 不对外公开只限庙方人员参加 绕镜路线禁止信众愣有咖随乡 台南四点大天后宫改变方法 晚上十一点开庙门 信众要排队登记十连制才能参拜 现场会发七千五百个免费御守 另一件路尔门天后宫则是全面取消防疫第一 风炮炮全狂炸全身包紧紧冲到最前面 二月元宵节附近的风炮目前还没喊咖 但主办单位表示考量疫情再讨论 恐怕也将取消 接着赖冠章李毅荣台南报道 好聊天室里头感受到大家的紧张了 潘丽颖被骂都是加三 李大中待在家看中天 Bob Chen我们一起筛筛筛 林玉花说该吃就吃该喝就喝 活在当下 的确超前部署 我们部署成这样让大家觉得很紧张 没错刚才是打第三季我刚口误了 现在政府一直要大家去打第三季 你们都打第三季了吗 我还没我要等过完年才有轮到我 再来又要过一个年了 去年本来很期待这种迪化街年货大街的 因为疫情就没有了 今年我们先来看一下台南新化的年货大街开跑 但是今年你想要试吃一下 那瓜子看一下有没有脆 不可以 接下来禁止试吃 但是你也知道有的人就想说 偷偷的这样吃一下应该没关系吧 告诉你不行啦 有人就边走边喝红茶被劝导还不听 最后呢告诉你防疫期间就是这样 你不听对不对 直接开罚三千起跳 在这边刚才说你有边走边吃 今天劝导人不听劝 男子坐在一旁遭卫生局人员协同警方 开出一张鸡茶单 逛新化年货大街买了一杯红茶 边走边喝 违反防疫规定 有要签吗 去签啊 买了一杯红茶忍不住现场开喝 遭卫生局人员劝导 好言相劝 说不听 结果遭开罚至少三千元起跳 现在因为大家都戴口罩 应该没边走边吃吧 有的人都超快啊 南部疫情升温 但新化年货大街还是正常摆 虽然现场都有人员举牌宣导 但就是有人心存侥幸 偷偷边走边吃 也让摊伤无奈 就怕被波及 摆摊摆的心惊惊 会怕啊 为什么 因为来的客人人潮多的时候 因为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啊 说实在还蛮害怕的 但是就是一个也是要工作 所以我们就是尽量保护好自己 新化年货大街基于防疫 摊位数比往年锐减希望拉大现场空间 让民众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竟边走边吃 禁止试吃 虽然摊伤生意受到影响 但还是保护自己 生命较重要 只有来观传 黄旭云台南报道 好 只是呢 我们说在疫情期间 现在呢 徐国伟一声令下 政治人物禁止跑汤 好 接下来呢 到底有没有人在偷跑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画面当中帮大家找出来了 有没有人还在跑汤呢 好 现在疫情升温 政治人物 公职人员 都不可以再去 好 跑汤人多的地方了 但是否有灰色地带 是否有人作弊呢 首先呢 谢龙介 龙介先说 不要在别人遵守防疫规定的时候 他们跑汤越跑越爽 他定标准 不是要让大家公平遵守 是你们要遵守啦 你们是谁 但是他可以偷跑 他又是谁呢 好 看看照片中的颜色 你就知道了 好 现在呢 这个议员也说了 绿能我不能 每次高喊同岛一命 最后都变成同岛听命于你 好 再来呢 郭正亮的分析 因为四月要初选 决定提名名单了 新人很紧张 他也做了一个比喻啦 来看看灰色地带 比如青年公园这么大 那进到里面去 这算不算跑汤呢 真的灰色地带很多 是否蓝绿白也算进去 同样的一套标准 同岛同标准 好 现在呢 民进党初选 自己厮杀的很激烈 屏东县 民众就爆料啦 立委中嘉宾说 违反了防疫规定 媒态口罩 那中嘉宾说 这是刻意拍照选的 截取的角度 他说当天是在吃尾牙 相片的截图很刻意的呢 忽略了我是都在餐桌旁边 我们那一桌是在用餐 但是照片的取角呢 只拍到我的肩膀椅上 而且我是在看手机 因此呢 当照片还原现场 都在很清楚 那天的尾牙 我们服务处是一整桌 那么主人呢请我们去 等于是我们是客人 跑湯是大家不管有没有邀请 很多民意代表呢 只要知道有集会 有餐会 有活动 都会去自个议 因此那一天的定位 是我们服务处应邀 去接受主人的邀请 那我到场的时候 时间稍晚 因此呢还在处理公务 那我想这完全是与事实不符 在用餐期间在餐桌上 喝水也好 吃饭也好 当然是不会戴口罩的 好啦 总而言之呢 接下来这个年真的不一样了 的确经过了这个疫情 也持续就这样三年时间了 每一年好像大家都改变了 不一样的生活习惯 那接下来这个年呢 网友说过年前吃到饱餐厅 还是爆满啊 到底是怎么样呢 大家心里很紧张 但是呢身体很诚实 是不是还是有照常到外面去聚餐呢 不过打过两剂疫苗 的确啦 我们不用过度的恐慌 但是呢做好防护是必须的 网友说很多人都预期之后 如果升三级又要进内用 趁现在吃一波 也有人说恐慌仔退订之后 一堆人强补定位好吗 有防疫保单 又打疫苗了 的确最近群组又在传了 很多人就这个 各家的这个防疫保单 好另外呢 首先有人规划九天连家出去玩 企业办的尾牙我知道很多喊咖了 大家今年再辛苦一下 餐厅业者说呢 的确在这几天 延期的这些聚餐 可能尾牙变春酒 超过百桌 让他们的这个年 哎呀真的是挨过一年又一年 再来一次很难继续 还能撑住吗 大家一起加油好吗 加撒冷下油 没错继续撒冷下油加下去 再来呢南部的墾丁 南台湾过年去走走 吹吹海风多好啊 但是呢这个业者啊 同样的本来要充春节订房 这一波 现在还是订房率有八成 民众也是有打电话 陆续来取消订房的 但是呢大部分的旅客 都还在观望中 这几天会是关键 在尾牙的方面 就是目前是有退 就是他要延期 延到春酒有两场 那这两场都分别 一个十几座 一个二十几座 那这个的原因是因为 他说这两家公司呢 他宴请的客人 有些是从外地来的 那这些外地的 就说他们不来了这样子 就直接给礼金或礼品 初二回娘家的 他们会说 北部的家人就是不回来了 就是今年就是不回来了 我们大约退了一两百周啊 有些尾牙跟过年期间的 有些政府机关他们就停办了 然后说 希望延到春酒 如果过年以后 疫情可以控制住的话 应该他们就可以放心办 那 荣曆过年春节快到了 那目前到过年期间的地方 平均也超过九成 那目前因为疫情持续在升温 那连部有一些公司行务的团体 也因为疫情而延期 那至于上客的部分 目前大部分都还在观望 因为疫情的升级 虽然我们有接到那个 我们的游客要退访的那个电话 那到目前为止大概一到两成 一定会接受民众的推访啦 因为毕竟是疫情 有些人会很害怕 所以我们如果到目前的话 你要退款的话 我们还是不扣定金 我们都全会退款给你 疫者当然也是会有损失 但是没有关系啦 因为这种疫情的影响 其实这是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 我们还是给客人方便比较重要 再次进行回家 我们还是教组的 人家自开 VMware 我说家不得这么 apologize 对我们是リ 这个人家 咱们好启得 自己的生活 要不回应 我们先得到 服飞子